那我们慢慢就要来带一下 另外一张证照考试的 那另外一张证照 就是那个也是TQC Plus的 叫做也是放在哪里 放在证照里面 所以如果你们要再延伸出去的话 这边又有另外一张 所以理论上 如果你要收集证照的话 就是基础一张 然后基础是一到五类 就是另外一张 就是没有加基础的 是一到九类 另外还有一张 就是这一张 这个叫Python的网页资料截取分析 又是另外一张 OK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要收集证照的话 Python的证照有三张 OK 那当然第一个 我是觉得有时候 一般人不太知道 到底差异在哪里 不过就收集证照 反正数量多就吓死人了 对不对 就像说之前有学生 就考到百张证照 而且拿到教育部颁发 什么证照达人的证书 OK那当然你不管怎么样 你有超过百张的话 真的就吓人了 对不对 一般人有个一张两张就厉害了 OK 而且至少我还有个三十张吧 但因为我也是跟着考 反正大家 这个你如果自己不考 然后你要要求学生去考 有点说不过去 所以理论上的话 我大概就是 我先自己去体验一下 我是觉得导致还好 就是说我的体验是说 如果你要下定一个决心 把一个东西学好 你一定要破骨成粥 就是说你一定要 把自己放在那个环境里面 然后一定要通过 是真的非常不简单 OK 那当然就是你要 要自己要愿意花时间 然后呢 而且以后呢 就慢慢就不能再看答案了 只能看题目不能看 为什么考试的时候 只有题目没有答案 那答案怎么来的 你要自己想出来 OK最好是怎么样 你不完全参考我的 就是你用你自己方式去想出来 那该要背的就要背 该要记就要记 但有时候像我自己 不是用死背的 而是说因为我做熟了 做熟了之后我就自然记起来了 还有就是说我自己 用自己的逻辑去写这个东西 所以很快我就可以把 这个下一步下一步 该怎么写 我就很快可以把它接上 但这个一定是不容易的 所以证照其实你说有没有效 我是觉得你基本上 你报了名考了试通过了 这件事情就不容易了 OK不管说到底你说效用如何 有了很多宣明 网路宣明说 考那干嘛浪费钱 说那你考给我看 如果你考跟我一样 那我就认了 不过多半那些人一张都没有 OK为什么 因为他一定要酸 网路上最不缺就酸明 最缺就是真的脚踏实地 去做事情的人 对不对 OK因为好你如果说你 那你证明给我看嘛 就好像说 比如说有些人可能 像我连我的影片 有时候也会被酸 不过应该很少 那之前也又被酸一下 那怎么办呢 我刚开始我再回应一下 后来就直接移除了 我就连回应都不回应 为什么因为没有意义嘛 我回应你干嘛 就把他的留言直接移除 因为你干嘛跟他回应 回应怎么回应 他还是会酸回来 他总会有地方 会挑你的毛病吧 挑毛病很简单嘛 谁不会挑毛病 对不对 但是你要做出来 我觉得才是不简单的 OK所以当然这个地方 那三张证照的最后一张 我是建议啦 如果程度相对的比较好的 或者是说真的有想法 愿意把这个东西 当你的那个一个专业的话 你可以把它当目标 也许这个阶段 还没有办法达成 但是下一个目标 OK也可以把它当方向吧 答案的话 如果我东西 你知道这些东西 是给真的有需要的 如果你真的有需要的话 我可以是可以提供的 OK但是如果你 你就是给了你 结果你都没有真的很认真去看待的话 我会觉得说 给了你这张东西 真的有点浪费了 坦白讲 OK真的 而且这是我花心思去整理的 说真的这里外面也找不到的 OK哪怕你要愿意去找 你也找不到 OK而且很多东西 是需要很多门槛的 你还要去报名考试 还要考过了 考过之后 我把我的心得分享给你们 我觉得啦 当然我站在这一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 可以啊 怎么不可以 最好每一张都考到 那个什么Java也去考一考吧 对吧 Java太純粹了 是或者是你考个APP方面 enjoy的吧 OK 或者是反正相关都可以去考 对对也是啊 反正不管了 所以你如果要 就是不嫌多嘛 没有人说 你证照这么多干什么 对不对 OK 那就是要 做三张 对做三张 跟这一张 对对对 那其实这一张到底考什么 这是上面吧 所以第一类的话 基本上就是我们前面教的 CSV跟XML 还有Jason 另外还有SQLite 都有讲过 对对对 所以我们只是说把图戴进来 PDF好像比较少 里面这里面好像没有讲到 没有考到 那第二个的话 其实就我们现在讲 用request 对然后用beautifulcial Celene这个也可能可以讲一下 因为Celene就是说 如果抓网页的话 你可以把那个 就是滑鼠键盘的动作 记录下来 有没有 有的时候其实它就是 你一定要滑鼠点一下 它资料才会出来 对不对 那如果你要写那个动作 你写不出来 就是你要抓那个动作 抓不出 你可以用录制那个滑鼠键盘的动作 然后让那个画面更新过 你再去抓取 所以Selena有点像 像那个录制VPA里面 那个录制聚集那个蛮像的 聚集的动作 然后呢 让他去执行Selena这个动作 这其实还蛮好用的 就是说有些爬虫 那如果这个会的话 理论上 你画面上看到的 你基本上都抓得下来 那可是那个验证的话 譬如说车子 然后这样一点点 对啊 那就是要想办法 反正 就要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 那当然 他如果跳出那个东西 那就Google 所以你可能要怎么样 想办法 去辨识那个图 那图里面 比如他说要巴士 那你就要把每张图拿下 然后辨识一下 哪些是巴士 然后还帮他点那个位置 不过这个你刚问就问 真的太好了 因为目前可能没有好的方案 如果你可以把它写出来的话 那就算你厉害了 OK 所以目前我们大概是能解决就先解决 不能解决的话就当成说之后有没有 像我们通常也不太会去就是当第一个啦 因为如果有人去想 有人去写 写了之后再分享出来就好了 对不对 因为你要是一写那东西 真的是太辛苦了 不过应该会有人 就是比较年轻 然后又聪明 年轻又聪明的人 交给年轻又聪明的人去做好了 OK 只是在座有些同学 以后应该也会慢慢变高手啦 我相信如果你们一直持续在学习的话 应该一段时间之后你们也会变不一样 因为我看到我以前教过的学生 本来也是都很就是不太懂 但是隔了几年之后 哇每个人其实都不得了了 可能程度都在我之上了 很多很多 因为不同领域啦 可能他用的都不一样 所以你只要愿意持续持之以恒的 然后不间断的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我看到的 可是你怎么没有想要带一下这个奖 这个会带 OK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他一类有五题 一类有五题 而且难度其实还蛮高 第一类第二类 我们基本上现在都在讲了 那只是说题目不一样 我们可能会拿那个题目跟大家讲一下 还有考试的一些 可能要注意的事项 还有考试的技巧 OK 当然如果你准备好了 你去考 你也就OK了 我当然非常 如果你没有考过的话 你告诉我会非常听你开心的 OK 比我自己考过都还开心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总觉得当然你们有成就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鼓励 OK 然后第三个就是有关资料分析 这个可能又更困难了 第四个就是视觉化能力了 就是画图出来 所以后面这个我们慢慢会再带 那相关的这个题目部分的话 你们可以自己看一下那个 我是把它放在证照考试这边 有没有 资料 择取与分析 目录在这里 然后这个就没有分单双数题了 比如说你们等一下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第一类 这个101这边 他基本上就是要叫你做什么 他说他未来会给你一个什么 PY D01 这个档案会放在什么 C别底下的 CSF.ANS的目录 有个目录 那里面会放这个.py的档案 所以未来的话 如果你们要练习 假如说未来你们去那边考 或在那边考的 如果你要spider的话也很简单 你就在那个我们在安装的时候 你就打个pipe install 后面加一个spider就可以了 他就会帮你把它装起来 那我这边已经装好 我看一下 我把它pipe install 装好之后的话 理论上会放在我这边 所以如果你们装好之后的话 假如是你要手动装 spider来用的话 那做法就跟我们装 那个刚刚 有没有pipe install的方法一样 后面只是叫spider spider怎么拼 我看一下 装好之后 我看一下 SY SPY DER OK SPY DER OK 然后装好之后的话 他会放在scripts里面 它装好之后的话 这边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这个 S开头的 在这里 spider spider 3 OK spider3 我记得好像不知道有没有加3 待会我看一下 打开之后的话 那spider这个程式就会被弄起来了 那以后你要怎么去开那个就是你的档案很简单 你就把这个py档有没有 点py的档案直接拖拉到那个spider里面就开了 存档就直接存档 那交据就直接你改完之后 改完之后 直接就去把那个路径的档案上传到它一个系统 它就会去test 看你这一题有没有错误 如果没有错误就绿灯 如果有错误呢 它就是红灯 那你就确定程式也没有bug 有bug的话你就再检查 然后修改之后再存档 再上传 它没有次数限制 反正一直绿灯为止 那如果你一直没有画绿灯 你就换下一题 因为它这个考试只要70分就及格 也就是说你70分 考70分跟考100分的结果都是一张证照 并不会因为说你100分 你就变成你那张证照比较大张 没有就是一样 所以理论上如果你只是想要拿证照 你就是70分 OK 而且好像有一类不知道哪一类是20分 它总共9集 有一类是20分 好像第三类的样子 还第四类忘记了 你们可以查一下 它的比例会比较高 所以你们好像第四类 对 第四类20分 所以如果你要先拿20分 你就先做第四类吧 直接就先20分 然后你累积到70分之后 如果你已经不想再做答的话 你可以举手 然后你就可以出场了 因为你就拿到证照了 OK 当然如果你想要继续挑战 你就是 最好当然全部都绿等100分 OK 那是最好的 那 是看客人 就是一个大类一集 来讲四集 这样 我不是讲这一张 我是讲另外一张 这个是四类 所以他考就考四集 四集 对对 做法都流程都一模一样 所以如果你要挑战这一张的话 因为之前一班 文大那边那一班 其实他们就考完一到九类这个之后 他们就每个人都整个军心大政 然后就接着考这一张 这一张其实我没有 我顶多是带一个开头 他们后面他们就自己会了 至于考的结果集也都蛮好的 几乎他们二十四个后来 几乎有九成的人都去报名 而且考试结果也都还蛮不错的 OK 所以 姑且我是觉得 就是一个决心问题 既然你已经学了 对 对 对 他们是在那边考 就在学校考 对 对 对 如果你们去外面考的话 反正一样 Spider打开 对 如果你要开档的话 很简单 我的习惯是这样 我把它缩小 如果你找到某个档案 你就把它怎么样 把它直接丢进来就好了 这样丢进来 它就开起来了 有没有 把程式打完之后 你可以run它一下 run 它这边就显示出来了 有没有 然后 OK的话你就把它save save它的档案 然后就上传这个档就OK了 所以 Spider 你就把它当成一个编辑器来用就对了 OK 当然 它用起来也没有那么复杂 也没有说跟 差异很大 只是说有的时候你打一些字 它不会提醒 对 有些东西没有 有些有提示 有些都没有提示了 不过你就习惯它就好了 OK 各位也许可以 试着把那个Spider把它装起来 然后也稍微了解一下 我们后面会讲到这些 证照考试题 OK 待会的话 一样我们就是继续来看 那个 刚刚有提到的 那个 ET Today 后面再下一题 另外的话我要补充一个 如果说我要下载那个YouTube的相关的资料的话 除了用Beautiful Super之外 其实另外呢你也可以用一个就是叫Import 叫RE的东西 RE就是什么 Regular Expression 实际上中文名称叫什么 正 正者表示法 反正那个 它讲白话意思是说我要找到我一个文件里面的某一些资料 那我可以有点像用那种RE这个东西 它里面有一个很好用的方法叫Find Old的话 它可以帮我把它全部Find出来 比如说像刚刚我们举的这个Beautiful Super 你必须还要学会不是学会啦 你至少要知道说你的标签 就是你HTML标签跟CSS你要先知道 如果说你假设你不要 你不想说知道那么复杂的话 其实另外一个方法你可以用那个什么RE 就是Regular Expression 这个套件 那它这个套件的话呢不需要额外去安装 因为它已经内建了 你只要怎么Import RE就可以了 另外的话呢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Find Old的方法 OK 那Find Old的方法的话 我这边有补充 我会把这个程式把它放上去 你可以怎么样 去抓到它比较关键的地方 也就是找到你要找的那个四串 它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从哪个位置到哪个位置 你可以给它一些特征 它一样可以帮你抓出来 所以Beautiful Super之外还有个RE 这个我觉得也蛮重要 如果你不会的话 那恐怕很多地方你会找不到你要的东西 所以两个方法都可以试试看 这个待会再来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大概简略的再介绍一下 那个就是TQC Plus有另外一张 针对那个网页截取的这个部分的另外一张 但其实明目上又更加跟我们这个课程更加的吻合 所以如果你能够学完Python 又能够去考到那一张证照的话 那你未来要从事相关的行业 我觉得也会更有一些辅助 就是有一些证明